各位好,我是彭惠生 港股在星期一的走势出現一個比較偏弱的情況 最主要都是因為內地出的PMI數據比市場預期差 製造業PMI連續第二個月份去到50分水嶺 顯示整個製造業處於一個收數階段 整體上對港股來說,當然都產生一個比較利膽的誘因 以現在去看,投資者都比較擔心整體內地經濟 在整個經濟可能會出現一些收縮的情況下 話說話說,都會令到恆志都會出現一個比較偏弱的走勢 尤其是近期來說,當指數在10月初期 底部跌到23681點的水平 持續反彈了 10月基本上都叫做是有一個持續的回落之後 終於是反彈上來 不過成交亦都是比較小 也看到不少的投資者 當指數去到一些比較重要的關口 沒有辦法再進一步 是向上突破的時間 都偏向選擇做一個叫做獲利先的 尤其是當指數在近期來說 現在升到上去26,200這些位附近 沒有一個比較大的利好因素 是推動指數上升 而見到不少股份來說 基本上還是叫做是時升時跌 沒有辦法看到一眾的指數成份 股一起上升 都是構成投資者 是比較看淡後市的一個主要誘因 現在我們看看行志 暫時跌穿了50天線和20天的移動平均線 指數中短期都轉到一個比較偏弱的情況 有沒有能力在短期裡面 可以重新再升上來呢 還是要看回外圍 包括這個星期來說 美國聯儲局會有一個議式會議 市場都預期了 在11月的議式會議的時間 是會公佈收水的正式時間表 但是沒有一個正式加息的預期 相信對於美股來說 產生的影響就不會太大 港股來說在短期還是比較偏弱 甚至有機會在今天跌穿 布里加通道的中途之後 逐步逐步向下 是移向通道的底部附近 以現在去看回 大部分投資者都還是比較 短期不是看好後市的話 不排除成交額就繼續偏弱之穴 指數會是一步一步移向 布里加通道的底部 有機會甚至有機會 甚至可能先會跌回去 然後捱住 這個23,800到24,000這些水平 當然如果你說在外圍來說 還是比較偏强的話 整個的港股 在試到布里加通道的底部的時間 我相信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到時的可能指數 才會有機會 由一個比較偏弱的情況 轉回偏强 投資者可能短期裏面 都要小心 整個大市的方向 仍然都是維持回落 事低偉國的機會